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好了我们今天回来继续讨论我们今晚的讲题 中华医药何去何从 我除了有两位嘉宾之外 我其实都有些旁听的听众在这里 我曾经所讲的 大家都看到这个问题 刚才徐锦琪中医师就说 他认为应该的主理方法 就是当时给八千位表列中医师 早期已经知道了 我已经知道香港大概有八千多个 全部就是过度成为注册中医生 其实这个做法不是说未有先例的 所以我所知 澳门当时也是这样做 澳门当时也是这样的 过去已经在澳门行医的中医师 被他全面成为注册中医师 其实香港也可以这样做 人家也做过 没有什么大问题出现 澳门没有什么大问题出现过 首先香港是先例 澳门后期才回归 回归了之后 他们是一动不如一静 所谓何口华是比董建华 他是不是当时学到香港的做法出现问题 所以他就不要走这条路了 你觉得会这样吗 因为他辞了我们一点点 这些是智者来的 哦 你看到一个是很好的老人家 他不是那么老 董建华是一个老人家 好的老人家 是 何口华是一个政治家 大家的立场是完全两回事 一个是以强者的姿态出现 一个是以弱者的老人家 爱护子民的出现 所以他能够做到强正例子 这些是董建华 是和他不可以比较的 所以人家看到这些事是 达到社会和谐 我为什么要找这些事来搞呢 而是原本董先生这个政府那段时间 他也是想 林凤富珍说过 是会给那些表列医生 现在所有的中医生 他年纪那么大 会给他们轻易过渡 你放心一定会轻易过渡 因为在场的时候 是很多人在场去开这个会 不过 那些官员就讲而不做 讲就还讲 他做就还做 而是他授权了给中医院管理委员会 给了一群上方保剑这群人 这群人里面 有十几个会的人 是完全不用考试的 所以他们拿着这群上方保剑 是怕人家逼他下台 所以他是有心拍着西医去垄断 做一个既得利益者 他想控制着这群人 不想别人去造反 所以定定很多是很苛刻的条例出现 去打压这群中医师 但现在不是了 很多不满的声音 是吧 如果没有中医师权益总公会出来的话 这群人已经完全变成弱势之中的弱势 只剩下我们几个会 所以我们这个会对他们是 看到我们的头痛 很希望今天和我当面对质 很可惜他没有上来 你刚才所讲的处理方法 给当时八千位的比例中医 就全面过渡成为注册中医生 这个做法其实澳门也做了 澳门做了之后 你看到没什么问题 没问题 就是他们做得非常之好 又不觉得澳门的中医生 医怀人的机会 多过任何其他地方 包括中国大陆来说 所以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或者其他你觉得 你会不会这样做 就是遇到这个问题 那你认为这个是否一个最好解决方法 其实我也是好像徐医师那样说 都很想中医药管理委员会 范佐豪先生 和中医组的王瓦角先生 上来和我们直接对话沟通 很可惜他今天都不能抽空上来 可能有些是刚刚收听电台的听众 我也是说回我们在当中 有我们的中医师徐医生 除医师和我们是企南大学的 校门大学两间大学的中医兼读制的学生 都在此在场 也都欢迎有些同学 听到之后可以打电话进来 表达他的心声或意见 那我们这两间兼读制的学生 为什么会今天来到这个电台 香港更好的电台上 来发表我们的意见 或者是吐出我们的心声 就是因为我们这两间大学的学生 都是一帮香港的永久居民 都是在01和02年 已经是在香港入读 由公开大学合办和校门大学合办的 另外和企南大学和香港专业俊修高等学院合办的 两个中医兼读制的课程的学生 因为我们读完这个课程之后 六年的兼读制课程之后 拿到学位都不能考香港现在这个中医执学史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在这里 将这六年来我们如何和中医管理委员会 如何对我们 以及我们如何去争取这个职业事 希望将这个事实都告诉大家 也都是因为 都配合今天的主题 都是中华医药的何开何从 亦都很想将香港这个中医学界 是怎样去有什么见解 可以发表出来的 现在我就回应刚才 徐医师的说法就是 我都认同 因为自古至今 我们中国几千年的中医界 都没有表列中医这一件事 何会表列 这个名词是香港政府出来的 以前没有的 为什么有表列这一件事 就是将它分开一排一排 亦都知道当时有些议员 在立法规管中医界的时候 都说应该善待中医 要给他们全部过渡 没有打烂的饭碗 其实规管之后 他们的执业情况 更加困难了 还有是难了 第二个我回应刚才 OU公开大学有李小姐说的 他们学校的课程 我们现在的课程 是兼读制的 亦都全港九 是四间大学 是一个兼读课程 就是港大和浸大 另外就是企大和下大 大家其实的起步 都是一千个学士左右 因为当初 中日管理委员会订出来的条例 是不需要那么多的 大家的起步是一样的 其实现在只是 满足中医学管理委员会 再提升我们的学士 但是当中我们完全 企南大学和夏文大学 这两家大学 完全没有接触过我们 没有咨询过我们 他们接触的咨询 只是港大和浸大 其实他们的课程 编制 刚才说 李小姐说 编重于西医方面 其实我觉得也是 因为你现在是一个 中医的学位课程 你应该是编重于中医方面的 理论知识 如果你说 我觉得我们更深入研究 这样我呢 最需要再去读西医 或者博士 我现在的学位课程 我应该是让 只要足够我去考这个 这个职议士 就可以了 对不 那其实 我們亦在說中醫學位課程,已經偏離了中醫理論課程。 還有一件事,現在是浪費資源,又沒有配套,令中醫畢業生沒有出路。 在2003、2004年的時候,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很久,到現在還是沒有一個解決方法。 解決方法,你自己有沒有想過呢? 你是不是覺得,我們給你剛才所說的香港受到改變的影響的學生, 就讓他們參加考試,問題對你來說是否完滿解決了呢? 你意思是加班學士還是怎樣? 現在你說廈門、幾南大學,有一部份的學生受到改變的影響。 你覺得是不是應該給這班學士,不是給其他人, 只是給這班學生考試呢? 你認為中醫界的問題是否可以解決了呢? 其實給我們學生考試,只是一部份,是一個原因,是一個癥結所在。 是。 即是我們這班學生搞定。 另外,我現在說的是整個中醫藥界。 我們其實說回現在的問題所在就是, 我們入讀中醫兼讀制課程的時候, 中醫藥條例是未定名任何的條例去規管中醫藥條例。 我們知道這個問題了。 好了,那怎樣解決呢? 即是你自己覺得應該怎樣做? 即是如果你是黃雅角,你是范左浩, 即是你會覺得應該怎樣做? 其實如果你是我們學院派,經讀生來計, 當然他是一個有例不依, 那你應該是當醫政條例,給我們考試的事。 OK,行。 那你說的是我們,你是指什麼人呢? 是指他現在, 否決我們企南大學和廈門大學, 這兩間大學的經讀生。 即是你覺得這個問題應該這樣解決, 是吧? 或者李小姐你同不同意? 即是你覺得是否應該是這樣, 這個問題應該這樣處理了呢? 袁醫生我姓趙小姐,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趙小姐,不好意思。 正晚, 其他各位中醫師都講過, 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中醫的問題, 一個是中醫課程學生的問題, 那我就覺得香港中藥委員會, 他在1999年成立的, 到現在是未夠十年, 不是十幾年。 你認為應該怎樣解決? 因為我們講到五、六個小時, 就知道問題。 好了,我們都講答案了。 其實我們都知道了。 大家都知道了, 大家聽到很久。 好了,給你了, 我等你上台了, 你是范左浩, 你是黃瓦閣事大一個位, 你會怎樣做? 你認為你跟那些委會應該怎樣做呢? 他說他這個中藥委員會的目標是為了… 不要理, 你說自己, 你會怎樣做? 有班人向你這樣投訴, 為了要達到他的目標, 所以要很重視熱心, 要投入中醫藥界的人, 那些人就是包括了中醫師, 以及現在修讀中醫科的課程的學生, 那你的中醫藥界要發展, 要提升, 都是要靠人的, 不是這些人是要輔助, 保護, 才可以做到的。 那怎樣保護他呢? 我剛才遇到的問題, 你可以簡單一點說, 你是他們的話, 你覺得你會怎樣做? 這是很不公平的, 你在下面畫別人, 我現在畫了, 你在上面, 你會怎樣做? 第一, 所有的中醫師, 在他註冊制度出現之前, 他就應該讓他全部過渡去註冊。 一樣, 即是在八千個, 當時大家已經知道了, 他在香港行中醫的人, 就讓他全面過渡。 讓他註冊。 即是, 考試不用考了? 沒錯, 因為他已經從事中醫師工作。 如果你是在讀書, 你那時候還未曾做。 那裏另一個問題, 好, 即是, 假如說, 他這班人, 每個人都在註冊之後, 認為, 有必要去令到他們, 或者某些人, 水平的參差, 應該給他們提升。 應該是那種, 提升的方式。 大家都知道, 我知道這麼簡單的問題, 即是, 我要公道。 OK? 黃雅角沒有在, 我給你做黃雅角, 你會怎樣做呢? 即是, 我們經常罵別人, 很容易的, 做得不好很容易的, 我給你的責任, 我給你的權利, 你一樣是沒有錢的, 你去做, 你會怎樣做? 你會怎樣做? 簡單說, 我當時, 我舉出指責制度之前, 我就給他過渡。 即是, 已經跟澳門一樣。 好, 假如他已經證明到, 他已經從事中醫師工作, 就給他過渡。 好, 好像澳門這樣做, 澳門做得好像沒問題。 好, 我有電話, 好, 你好, 你好, 我姓李, 想打上來發表一些意見, 謝謝你,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你自己是, 你是充於戒人嗎? 好, 好, 想打電話來, 支持那些爭取考試權益的學生。 嗯, 因為我在報章上, 都看到一些關於他們的新聞。 是的, 是的, 政府, 衛生署那邊這樣做, 就很不公道。 即是, 我看到報章的報道, 都說他們有經常想聯絡那些政府部門, 談關於他們考試的權益。 是。 我個人意見, 其實以市民來看, 百花齊放是最好的。 嗯, 如果考試有本事的, 合格的, 那, 我們市民多個選擇。 嗯, 有兩種做法, 一種就是, 當時八千位, 已經成為表例, 即是他過去在香港行程, 做過中醫, 就給他全面角度。 這就是, 三位港姐都好像這樣說, 是嗎? 好了, 你認為應該怎麼做呢? 很明顯你也聽過這個問題, 也在這個問題也思考過, 你認為是否這樣做呢? 或是你認為給他們考試呢? 嗯, 那些學生那方面, 那些學生那方面呢, 其實我就覺得, 應該要給他們考試。 嗯, 那, 在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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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醫院委員會他們的看法, 即是, 我也都看到他們有這樣說的, 那我給你來, 那其他個個都說, 都是當時在讀的, 那他都想考, 好了, 你贊不贊成呢? 即是, 全部公開, 是人都考得的? 其實我覺得, 應該是要公開, 即是給一個競爭, 即是我覺得, 其實香港都屬於一個自由社會, 即是, 如果你有本事的, 大家同考一個試, 那當然, 要有基本, 因為我都看了報紙, 他們全部都讀學位課程, 即不是說讀那些, 我當然不贊成, 譬如你讀幾個小時, 中頭中醫, 就去考那樣, 即是, 那有些是沒有讀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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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你有這樣的醫術, 因為中醫, 其實是一個很歷史悠久的, 好了, 那你是贊成, 他們都可以考, 即是, 其實, 專業的知識, 學不盡的, 你說七八小時不夠, 一千, 一千不夠, 四千, 那你還可以讀, master, 也可以讀PhD, 其實是無止境的, 是吧? 那我亦都看到一件事, 其實, 香港很多過去行醫, 有醫治能力的人, 是可以說從來都沒有讀過的, 是吧? 那好了, 但是, 即是, 現在我們就沒有辦法, 因為他可能當時沒有做比例中醫, 那不可以傳媒給他過, 那你認為, 即是, 你說給考試, 他們應該可以給他考試, 你只是現時受影響, 在企蘭大學, 廈門大學的學生, 給他考, 還是給將來其他一些, 在雙類型的, 即是他起碼讀過一千小時, 或者二千小時, 三千小時的醫學, 中醫學的訓練, 他都可以考, 即是, 我覺得你, 你的立場怎樣? 你認為是否所有人都可以考? 人者居知, 總之他有能力去考, 考得合格, 即是你可以自己設一個模式, 讓他考, 你覺得怎樣去考, 才會對市民有這個權益, 我覺得總之, 就是果然有能力去通過那個評核, 我問你要怎樣去評核他, 這個評核的方式是政府去設定的, 就不是學生或者市民去設定, 他們用專業的設定去, 如果他能力過到的, 即是可以表達能力, 那現在的市場都是政府委託的一班人設定, 都是這樣, 即是你覺得, 即現在現時的中醫問題, 應該全面被公開地考, 你有能力考到, 即是代表你在中醫方面, 都是有些能力, 有些能力在這裏, 我覺得最重要是這樣市民, 才多選擇, 多謝你, 多謝你, 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來, 我們的二線電話是2134, 1134, 我們的二線電話是2134, 1134, 好, 還有我們ICQ的號碼是, 439457249, 我們ICQ的號碼是, 439457249, 好, 好, 我們好像有個電話了, 好, Hello, 你好, 紫遲, 你好, 是白龜星, 我說一下中醫那班學生, 其實我自己覺得, 是應該給他們考試的機會, 好的, 可以, 那我再問回你, 你認為, 現在目前, 就是在爭取這個權利的兩家學校的學生, 是應該給他們考, 是嗎? 因為當時, 他們在讀的時候, 我們那個, 遊戲規則不是很清晰的, 是嗎? 所以這個很不公道的, 加上, 因為其實有其他的, 香港被允許考試的學生, 其實都不是讀了全日製, 四千小時給他們考的, 亦都很多, 都是一個, 銜售課程也好, 或者在外國讀的, 讀完之後來香港再考試, 他都有的, 是嗎? 所以這是一個很不公道的, 好了, 你認為呢, 讓他們考, 你認為, 正是比現在受影響的, 同學考, 為香港將來, 即是我們認為發展中醫的, 大家都承認, 中醫不是只靠死毒的, 那有很多是私承的人, 都有能力的, 那你同不同意呢? 將整個考試制度, 公開了, 給所有的人, 有能力的人都給他們考? 但是這方面, 我有保留, 但我覺得, 因為中藥委員會那裏, 因為他的結尾是非常不清晰的, 即是他一刀切, 其實這個是, 周圍講都行不通, 我覺得, 那我明白你一刀切, 其實他們都, 那你把刀切在哪裏呢? 因為其實他應該有過渡時期, 是啦, 那怎樣呢? 我首先問問題, 現在有兩個學校的學生, 受到影響, 他們都是被一刀切走了, 那我問的問題就是, 你認為應該是全面公開的, 因為難保將來沒有其他, 一樣那麼厲害的學生, 有能力考到試, 就讓他們考, 那你曾經說, 這方面你就不太認同, 那你都是一刀切的, 不過你只不過你切的地方不同,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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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同不同意, 就是我剛才的看法, 是嗎? 我也同意的, 其實是, 王小姐你的意思就是, 現在, 現在剛才所說的兩所, 廈門和企藍, 就破例被他考了, 跟著算了, 以後不行的了, 是不是這樣? 沒錯, 對, 跟著以後就要玩一個新的遊戲了, 就是這樣的意思, 因為我看報紙, 我都聽過這些新聞, 我覺得, 照著這個情況來說, 其實應該是讓他們有這個, 考試的資格先, 因為其實, 因為他們的道道, 和看法各方面, 其實他們, 是中日運營會是很不對的, 這個政策, 那王小姐會不會又發生一個問題呢? 又有另外一些, 又說我讀中醫學, 又要求我要考試, 跟著又是這樣呢? 會不會又有這個問題呢? 要看他們入學的年期, 因為是2002年, 中日運營會先說, 要全日制的, 而這班, 我聽他們的學生, 其實全部都是在2002年裡面, 已經是入讀的了, OK, 即是你的界限就是, 即是2002年, 當時已經正在讀的, 應該給他一個機會, 否則對他來說, 很不公道, OK, 好, 多謝你, 好, 謝謝你, 拜拜, 拜拜, 各位主持, 我都回應剛才進來兩個電話, 其實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現在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在1999年, 已經是授權給他管理中醫藥界, 亦都在2000年, 他訂立了一些中醫藥條例, 其實我的看法就是, 我會, 因為現在有了這個法例規管, 這個中醫藥界, 有條例, 亦都是要規管這個學院的學生, 是要最初由最初是2000年, 訂立一個學位課程, 就可以考這個質疑史, 而修訂到在2002年的12月, 就改為這個五年前時間制, 我覺得, 我們並非是故意無理取鬧, 為什麼經常在那裡吵, 而是我們是有理取鬧, 因為我們是在2002年之12月之前, 已經是入讀這個課程, 學中醫的經讀制課程, 你中醫藥條例生效之後, 你要規管中醫藥界, OK, 要是五年前日制畢業才可以考這個質疑史, 我沒有意見, 但問題是, 我們在你條例生效之前, 你應該是有責任給我們, 有一個寬冷期去過渡, 基於什麼條件呢? 基於我們在香港的永久居民, 你這些條例是在香港生效的, 在庫院我們也有這個條例, 底下我們也有這個權利, 另外, 我們是一個由中國教育部批准, 是由香港教育署, 在經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條例註冊的一些學位課程, 並非是一些慶除班, 所以第二樣就是我們是一個學位課程, 第三樣就是我們都是在2002年10月之前入讀的, 所以我們基於這上十種種的原因, 中藥管理委員會是有責任給我們去過渡的。 OK,好,多謝, 我又有另外一個電話, 喂,Hello, 你好,你好, 你好, 講講你, 怎麼稱呼你? 請稱呼,是, 喂, 喂,是,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自己先? 是,我是劉彥仁醫師, 是,你好,是, 你好, 你是注冊中醫師, 是嗎? 你可不可以告訴你, 你在香港, 作為注冊中醫師的經驗, 你是怎樣成為中醫師呢? 還有你現在的, 你覺得香港的中華醫藥那個問題, 我們的題目就是中華醫藥何去何從, 在這方面有什麼看法呢? 首先呢,我就是非常熱愛中醫學的, 而當年呢,我就是基於對中學的興趣, 因此就去學習一門學問, 是, 然後呢,就開始行醫了, 那,在行醫當中呢, 就發覺呢, 最大的滿足感當然是幫助病人, 是, 我發覺就是, 因為現在呢, 香港回歸之後呢, 中醫界呢, 起了一些變化, 那, 普遍來說, 社會呢, 氣氛呢, 在中醫學的發展都是利好的, 那, 所以我覺得呢, 啊, 未來呢, 就應該呢, 我們, 中醫界的同仁呢, 應該, 啊, 做一些工作, 啊, 或者盡一些努力呢, 去宣揚中醫學, 那, 令到, 香港的市民呢, 多一些了解到中醫學的, 怎麼可以幫到他們呢, 因為現在呢, 啊, 還有很多人呢, 未醒覺的, 的, 但是呢, 不知道, 原來他們, 患的病呢, 中醫學是可以幫助他們的, 嗯, 所以呢, 我自己, 啊, 對中醫界呢, 有一個奇遇呢, 大家可以團結一些, 大家可以做一些工作, 可以呢, 換成香港市民, 啊, 認識中醫學, 嗯, 我現在面對一個問題呢, 就是, 香港都有成, 可能都是一百到三百位呢, 是中醫的學生, 那, 他們都想做你做的事, 但是, 他們現在是被拒絕, 他們連那個, 連參加考試,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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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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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方面, 你覺得是怎樣呢, 你知道你同不同情他們的處境呢, 如果你是他們的處境呢, 你覺得你會怎樣做呢, 你覺得應該怎樣做呢, 你這方面有沒有機會想想, 有沒有想過, 啊, 首先呢, 我在這方面, 就沒有做很深入的思考, 是, 啊, 啊, 因為我就, 啊, 沒有經歷過這個階段, 啊, 但是當然, 我作為一個, 啊, 啊, 不是非當事人呢, 都當然是有一種, 啊, 啊, 那就是, 但是, 怎樣去改變香港那個,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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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錦麒, 啊, 徐醫師, 啊, 徐醫師, 啊, 就先聽到, 大家都有電話的發表的意見,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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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ggak komen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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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幸跟中医管理委员会 因为这么多年的抗争 真是争取了一次 他真是找余焕彬和王雅各 在湖中大厦33楼和我们开了一次会 当时我就跟王雅各主席说了一个例子 我说你事后一定要公开个答案给别人听 因为不可能再重蹈覆车 我说我请问王主席 18个月的婴儿究竟是出多少只牙齿 有这个题目的 考试的 我考的 18个婴儿究竟是出多少只牙齿 当时王雅各主席和余焕彬院长看着我不能说 为什么 一定要思索 第一个问题 A 6个月至8个月 B 8个月至10个月 C 10个月至12个月 D 12至14个月 A B C D E 14个月至16个月 这些题目中就中 不中就不中 6个月更惨 我问到他们是没有声出的 这些是什么题目 我知道又对中医里面可以治疗他的病症 又有多大帮助 但是一分就一分 两卷合拼是300分 合拼里面的毕业 是合格来说两科合埋卷一和卷二 是165分考试 今年我很不幸 我143分 我年年最低分是今年 我去年150多分 我差6分不公开 你叫人考来考去不公开的答案 到今天我都未知18个月的生意 有究竟可以出多少个牙齿 这些诗题叫做什么诗题 刚才那个何医师这么说 要反你要难你 用什么 好像我今天说的 我告诉你 我叫徐錦琪 表列医师 我出了报纸 迟早胖得我 人妈出什么 猪怕胖 个个给你考试 就是你不行 好啦 那我们都过去 等一会 我结论了 大家还有没有 还有什么补充 还有什么补充 阿龙小姐你有 对话说 我想问一下 是够钟了吗 不是不是不是 你说 不是不是我说 因为我觉得 中医师 他们表列的操作 医术那么丰富 就要考试 但是我们兼读生 读完 没得给我们考试 我们想考也不给考 我也不知道管委会 是怎样做事的了 因为我们有个同学 是已经不掌业 想申请考试协市 是遭到拒绝的 他要说回他们 考试协市 申请协市的过程 以及如何上诉 遭到他又去拒绝 好 最后 我想作一个结案陈迟 你们这个叫做 香港更好大行动 我真的是第一次上来 你们说要找一个 不要只是骂 骂 骂没用的 要找一个方法出来解决 现在我想给中医管理委员会 一个解决的问题 你可不可以将 现在所有未过渡的 你总不知 你是 譬如他们的学生 本科制的 是165分 你便将它降到100分 是表裂意思 或者100分之内 你便给他过 因为这班人都连过了半百 他考完之后 他都没有多少年做 民建官在乡 还做得多久 其二 你们应该 就算叫人去考 都应该 拿些资源出来 去尽量培训这班人过渡 收费不要那么贵 才是符合这班人的经济原则 因为中医不同小医 中医把个物理那天只有35元 小医同缺都180元 你要分开人家的经济状况 而去定 所以这是一个方法之一 还有第三点 所有表裂意思是不用考试的 既然注册中医师 每一年内 要给60个学时 各提分数去代替 你要强制性进修来说 你不如给表裂意思 去到每一年内 递交80个学时代替考试的分数 这样按年递增 累积到一定的分数 就给他们过渡 还有一点 你之前有15年过渡 是不用考试的 你亦没有明文规定 再做满15年之后 不给人过渡 之前你能够给人15年过渡 我现在再做满15年过渡 由你登记日开始计 计到我尾位来计 那我就做满15年 你便给我一个牌 等来死也有见到 见到师傅是怎样的 他哪有面目 好像85岁 你叫他考试 现在死得那一只 所以你一定要明文 一定用这个去代替了 那就比较好一点 大家功德圆满 用学分代替 因为我们时间关系了 那龙耀平小姐 还有最后有点重要的点 或者可否简洁一点 最后说一说 唉终于有时间可以说 因为今天太多 也有很多人吐心声 其实我觉得中日管理委员会 是很多对我们不公平的事情 好像刚才我们那些中医师说 现在我就说回 我们对我们怎么不公平 就是我现在看一些文件 就是我们是一个学位的兼读课程 不让我吵架来死 但是我们看回 在一些政府的文件里面 是被其他的兼读制课程过渡 不特止 而且也是被他们一些 文憑课程也是过渡 还有跟海外一些课程都可以过渡 我先读一份文件 就是在 《卫生福利及食物》 《香港中医管理委员会》 《CB2-2875-020301》 报告中 《香港中医委员会》 《香港中医委员会》 《今年6月接到港大内涵》 《要求委员会》 《接立86名中医传科文憑的课程学生》 《在2002年获大学》 《接立入读中医传科学士经导制课程》 《在完成有关课程之后》 《准备参加中医执业课程》 《香港中医管理委员会》 《核下中医组》 《在今年6月底》 《会议上决定上述86名行生》 《在完成中医传科学位经读复课程》 《亦可符合执业课程》 《第二件事件》 《在CB22012、0203、05》 《立法会维生事务会议》 《在第16项》 《亦可符合执业课程》 《本港大学》 《开办中医文憑课程学生》 《中医组》 《已接立在2002年以前》 《在香港浸会大学》 《兼读制的中医文憑课程学生》 《在转读收笔相关涵节课程》 《兼读制的全日制课程》 《有资格参加执业课程》 回应刚才那位 《文憑课程》 《第17项》 《香港浸会大学》 《中医专业文憑课程》 《和健康科学中医学委课程》 《由香港浸会大学》 《与澳洲王家墨尔本大学》 《合办的学生》 《毕业生》 《曾经要求中医组》 《批准这个课程》 《毕业之后可以参加执业史》 《中医院管理委员会》 《由香港浸会》 《课程》 《刑定战士》 《决定战士》 《医院离课程》 他在这个条例里,有很多时候是掩饰自己的, 在这个,有一条公布,就是他说, 最近的卫生事务会议里,07年5月14日, 他公布文件是CB21786060705的文件, 提到兼读制的学生,在第12项指出, 中医组在02年12月公布认可课程的基本要求之后, 又拒绝了三间非本地大学的班组学位, 当中指刚才我说的澳洲王家墨业本大学, 和浸会大学办的科学健康中医学士学位课程, 和厦门大学与公开大学办的兼读制课程, 和企南大学,和香港专业进西高等学院合办的兼读制课程。 他说,其实我三间这个课程, 海外关欧已经拒绝了。 实际上,就是刚才我宣读了第17项那个, 在2003年5月12日, 立法会卫生事务会议CB2201-20305那条, 已经是通过了给他们过渡。 其实现在我一日时间关系, 我很想说一些我们心里面的说话, 其实这个食物卫生局和管委会的关系非常密切, 他们两个都是分不开的。 事实上,这个食物卫生局是需要修订建议, 得以透过立法程序而予以落实的决策机构, 管委会是一个执行的机构。 在修订条例之前, 食物卫生局除了征询管委会的意见之外, 显然就没有进行或者尝试去进行其他的咨询工作。 而最受到立法修订影响的毫无疑问, 就是我们这些在修订条例, 生效之前已经是入读的中医兼读生, 即是永久的居民。 因为根据在2000年的条例那里说, 是我们拥有一个学士学位之后, 就可以应考中医执业资格式的权利。 现在他在02年12月, 就拿一条全时间制五年的, 来拒绝我们这个考识议市。 作为决策和执行的机构, 理应顾及公众的利益, 应该评估立法修订对这些学生所作用。 造成的负面影响的严重性。 亦都理应察觉到, 管委会根本无法反映, 这些尚未认可得月市学生的意见。 因此, 食物及卫生局及管委会应该有责任, 在此时, 对这些中医兼独生有所影响, 在修订实施条例之前, 应该要征询有关的学生意见。 再者, 食物及卫生局管委会并无为这些所受影响的学生提供任何宽限期, 上述的种种反映是提交修订条例的时候, 并无完全顾及到这些最受立法修订的每一个学生, 而不是只顾一两间院校。 好了,多谢。 其实, 我们这次过去三个时段, 差不多六个多钟头了, 我们的各主持人是没什么说的, 当然, 我们没那么容易被你做主持人, 如果什么都不出声的话。 我们下一次, 我们就会综合我们所听到各方面的意见, 用我们香港出路的思路, 我们香港出路经常这么说, 我们经常想想的事情, 就不是为某一个团体, 既得利益, 或者受害者这么简单, 一个片面的争取, 他们认为要求的利益。 其实我们希望说, 其实我们是为香港的, 我们不是为中医界, 或者表裂中医, 或者知疑症, 某种专业人士来做的。 我们的出发电话, 我们香港应该有什么样的医疗制度, 或者在现在中医面对这个问题之下, 我们认为哪条出路是最好的呢? 好了, 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我们各主持人回家, 就好好地去想想, 下个星期我们回来的时候, 我就会听下大家的意见, 我们希望在网上的听众, 到时, 你们可以听到我们之后, 我们发表我们认为的问题是这样看的, 我们认为我们的解决方法应该是这样做的, 贊成与否, 到时希望大家积极参加, 我们的香港中华医药何去何从, 最后的应该有什么可行的出路。 好了, 大家都可以留言, 是, 没错, 这个非常好的方法, 在我们的网站那里, 你可以找到我们的留言的地方, 多些给我们知道, 那我们会到时, 如果是有好的意见, 我们会拿出来, 在网上给大家再说一说。 好了, 今晚时间就够了, 很快两个几个钟头就过了, 那我要等下一次再继续香港出路这个节目。 如果你认识一些关心香港前途的朋友, 请多些介绍我们香港出路这个节目给他们听, 因为越多人收到我们的讯息, 就可以放出我们的大气场的能量, 加速我们解决问题的步伐。 如果你认识或者自己, 对香港面对的问题有独特的见解, 能够提出一些精简的解决方案, 请介绍给我们, 我们会跟他们跟进, 或者邀请他们上电台来讨论, 听取他的意见。 或者你可以在电台节目的时间, 打电话和我们的主持人和嘉宾一起讨论, 用ICQ, 网上留言来表达你的意见。 总之, 三个臭皮囊就胜过一个诸葛亮, 大家齐齐为香港找出一条好的出路。 好了, 时间关系和大家拜拜。 再多谢我们今晚的嘉宾, 龙耀平小姐, 和徐錦麒, 中医师, 还有我们坐坐的, 八忙抽筛时间, 李小姐和赵小姐。 好, 下星期五晚上九点, 或者到十一点左右, 再看网上和大家讨论。 拜拜, 最精彩的可能会在下星期。 多谢多谢。 一定精彩。